中兴新村建村一甲子的日子 也是南投市光荣国小60周年的校庆 因此中兴新村内的三间小学 光荣光复光华国小 日前也特别集合所有的师生 来做创意主题打扮 以嘉年华的方式 来绕中兴新村的街道一圈 场面可说是相当热闹 小朋友打扮着各式各样的装扮 演奏着国旗歌走在街头 唤现中兴新村建村一甲子 我今天穿了数个冷风格 然后等一下要上机的时候 会吹直直给大家听 我们要庆祝光荣60岁三日 60岁 今天采剑 很多人都会来这里拍照 然后很好玩 然后有点紧张 然后我也会分享说 我们等一下表演表演得怎么样 中兴新村生日快乐 小朋友大声喊着 中兴新村生日快乐 从建村至今已经过了60年 为在中兴新村的三间小学 光荣光复光华国小 特别集合所有师生 用创意主题打扮 以嘉年华的方式 绕中兴新村街道一圈 场面可说是相当热闹 希望为中兴新村这片花园城市 来庆祝60岁生日快乐 凝聚更多社区居民共同的回忆 也带动中兴新村教育的发展 让我们的中兴新村的学址 能够更展向世界 更飞向未来 也希望中兴新村这片土地 更加的花光发乐 欢乐气氛也感染了民众 以及在地居民 甚至有民众因为扯揭 才知道中兴新村已经60周年 另外还有坐在轮椅上的阿嬷 特别从家里出来戳戳热闹 我以前我不晓得啦 我现在才知道 现在国人国小 现在有一甲子 中兴新村也是一甲子 真的很不错 我是觉得这样带给中兴新村 真的很有生气 很有朝气 那真的是很好 对民众来说 中兴新村是一个很棒的休憩场所 但他在居民的心中 从省政府时代到今天 经历过多少风雨 才有现在的模样 也希望透过小朋友的热情 再度欢喜大家 对中兴新村美好的回忆